Hello 大家好 嗯 就说一下 嗯 嗯 就是你自自然然的 是最美的最好的状态 嗯 我必须 我打一个自己的例子 再早吧 我录微调一开始的时候 我会注意的是梳头啊 嗯 然后呢 整理一下自己啊 然后呢 再录视频 其实呢 虽然它是一个 整好 它是一个整理好的状态嘛 但其实它不够自然 它是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的 但是现在呢 我都不整理了 比如说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 穿的衣服 然后那个和头发 根本没有整理过 我就是 嗯 刚刚在做晚课 就是拜佛嘛 你就起来 然后跪拜 嗯 拜佛 然后直接就录的 嗯 也没有梳头 就 嗯 什么都没动 就是这样 你当然把眼镜戴上了 没有眼镜就是 也可以 但是 我戴上眼镜 嗯 比较方便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不像原来那样 刻意的去整理了 嗯 这样非常好 我这样试验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 就比如说出门什么的 嗯 原来呢 比如说 嗯 起身的时候 会是 走拐弯 哪里的时候 会下意识的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 嗯 什么的 但是呢 嗯 我这试了嘛 试了就尽量不去整理 它就是自自然然的 嗯 我发现很美啊 很好啊 我非常喜欢自己 嗯 自然一点的状态 所以呢 嗯 嗯 所以你看 我现在镜头里 我也不是 嗯 也很好啊 对吧 但是你如果 就算是你自己去整理 花费心思 花费想法去整理 又能整理成什么样呢 嗯 你 你真正怎么样的时候 你自己不要心里想 别人怎么想 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以佛心 带自己 带别人 所以呢 自自然然是最好的 加油